大家好,我是万邦君 这一期节目和大家谈一下 如果我们投资房产不在大城市 去小城市有哪些选择 然后有什么要注意的事项 我之前在YouTube的社区发了一条留言 问问大家想听什么话题 我看有不少人给我留言 说想听一下去这种小城市投资 有没有什么方法 然后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为什么我们会有人对去小城市投资感兴趣 咱们实话实说 就是因为大城市的房价太贵了 你投资的预算 很可能在你所在的城市只能买到穷人去 我相信这个基本上是90%的人去乡下投资的一个原因 但是我们今天讲去小城市投资 有几个迷思 我要跟大家先说一下 第一个迷思就是小城市未必便宜 尤其是涨幅比较好的 就是城市 在过去四五年里 有一些城市出现了租金和房价双双增长的情况下 但是这些城市基本上来讲 房价都很贵 而且也不比悉尼便宜 比如说纽卡索的Meraweiser 比如说乌鸿港的Fair Middle 再比如说Brown Bay 这些区域的话 过去涨幅就是租金和房价涨幅都非常好 但是你看看他们的中价位 其实比悉尼百分之七八十的区的中价位其实都是要贵的 所以涨得好的区真的是未必是便宜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去那些不是过去涨幅非常好 然后价格很便宜的乡下去投资 你要非常注意周期 为什么 因为在小城市投资 小城市的人口增长非常慢 他的话 就业不是很多 所以小城市经常会出现很明显的一个周期 就是你买入之后 它可能能有七八年的时间不涨 然后突然给你来一个井喷的行情 瞬间两三年就翻倍了 就把过去的涨幅全部弄坏了 就是因为这种行情 所以造成了很多人对乡下涨幅的一个误判 因为从长期看 乡下涨幅还可以 但是你所不知道 它的行情往往是这种井喷的行情 就两三年突然啪涨起来 过那个行情就一直很平淡 你如果是在别人都知道它涨的时候 你买进去的时候 你就要被套熬很久的时间 我记得我刚步入到地产这个行业的时候 然后也翻了很多以前的地产杂志 因为我这人比较喜欢讨股 买到一些 比如20年前2000年的时候地产杂志 我发现在2000年的时候 当时有很多人非常热衷 投资乡下的地产 但是这帮当时口口声声 拥护乡下地产的人 就今天为止 他们现在还在这个行业做 有不少都做买家中介 然后公司也开的比较大 他们都一口同声说 不建议投资这种乡下 就是因为乡下房产的 这种周期性特别的强 除此以外的话 乡下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要准备好的话 因为他的工人供给 不像大城市这么全 所以如果你有什么小的维修 费用要比别人高很多 我记得之前的话 一个马桶的话 正常普通换的话是500块钱 但到乡下的这种 一两万人的小镇的话 可能就要1500块钱 为什么呢 因为乡下的就是这种工人少 所以哪怕他漫天开价 你也必须要忍受这一点 所以乡下的周期性和投资成本性会比较高一些 这是第一点 第三点就是你如果要投资这种乡下的房产 就是小城市的房产 你不要投资那种 就是这个城市只有一个行业的 我们希望这个城市至少有10万人 因为我哥哥是做医疗行业的 他在很多的乡下开到自己的诊所 根据过去对乡下的做过很多考察发现 有些城市它忙忙只有一个行业或两个行业 一旦这个行业搬走的时候 这个城市一半的人就基本都走 就只剩老头老太太了 我记得很清楚 就是说他们当时有一个诊所 开在一个城市 那城市它有一万多人 后来遇上干旱了 那个城市主要是靠农业 结果遇上干旱之后 城市里面一下子就少了很多人 剩下的人基本上全要靠政府的补助 他们也见证过 因为政府在附近修建了某个大型的基础设施 比如说修个机场 修一个公务 然后一下子就从其他州来了很多工人 这个时候 这个城市就会出现房租和房价瞬间的暴涨 所以的话还是说到我们刚才说的 小城市它的周期性很强 投资小城市 你就把它比喻成股市里的那种小盘股 它是可以让你一夜暴富 如果你投的对的话 但是你要注意它的危险性和周期性 你一旦被套牢 你可能就很久都出不去 所以没有人会去长持这种 就是说original的房产 这种乡下的房产 它一定是玩这种波段和玩周期的 总结下来 就是说我们意识到 小城市的这些风险和特性之后 我们怎么去选这么多小城市 首先我觉得第一点的话 就是你选小城市的话 有两个选择 一种选择就是选那种 靠近大城市的这种小城市 它是大城市的卫星城 它就是离这种主城市很近 大概是在100公里以内的范围 因为现在在家工作也兴起了 所以如果是说这里的房价比较便宜 然后环境也比较易人 它就是会吸引到很多人去那边 所以目前来讲的话 如果你真让我选的话 我觉得最保准的能升值的这种original的地区 一个就是Central Coast的Avaca Beach 然后第二个就是纽卡索的Mereweiser 第三个就是乌云港 整个South Coast 就是从海边海岸线下来那几个区 这个都是我比较看好的 但是问题是目前他们价格比较贵 在我的话 你可以去看一下悉尼以外的话 像这种Orange Buses都可以考虑 这种区域的话 它的产业就比较少一些 像Buses的话 它主要是有一个大学 但是就是说这种区域的话 它的租金相对回报就高一些 竞争性会少一些 在这种区域的话 因为它不是说你随便买买就有涨幅 你比如说你买在纽卡索的Mereweiser 那个城市里面有很多年轻人和老人 想要去那边去买房子 这种区域 你要学到学会的是什么 就是说你买一块大地 那块区域的话大地比较多 你寻找那些能够做开发潜力的大地 这种的话就是竞争性会少很多 因为你去这种区域的话 它真的不是你傻傻的等 买完之后它就会增值的 你买一块大地然后最好能开发性质的 比如说能盖个十几个townhouse 诸如此类的 然后你把这种地囤在手里 是在这个区域的黄金位置 就是说我们去一个三流的城市 一定要买党地一流的地段 这就是我们的目的 目前来讲的话 这样的城市 目前我佩服的学者 他们说的就是一个是Newsauce 一个是Bassist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墨尔本的Balorate 还有的一个就是靠近坎培拉的 有一个就是QEbin 这些区域我个人认为都是比较好的一些区域 这个东西 再一点的话 就是如果不买卫星城的话 那你就找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能承接所有的老人的退休 我们知道悉尼的话是一个 就是整个澳洲的话 它是一个老龄社会 很多老人到年老的时候 他就会把自己的房子卖掉 寻找一个自己平时可以安度晚年的地方 一般他们会选择靠近海边和湖边的地方 像之前在Marcory Lake旁边附近就有一些区域的 在两年之内突然就翻翻了 从35万翻到70多万 所以呢 这个就是需要你去实际去挖掘的 我就会去找一些 就是老人比较喜欢的海边小镇去投资 我目前的话 这点我觉得最靠谱的 就是一个就是昆州的那个Nosa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三山Coast 实际上三山Coast在昆州的涨幅 比这个布里斯本 这个所谓昆州一线城市涨幅还好 是吧 所以这样的区域的话是会是我关注的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咱们说不投资大城市呢 也不要投资太小的城市 人太少的城市 咱们之间呢 就是说要找一个平衡 能投资这种开拓City呢 尽量投资开拓City 就是说你觉得悉尼墨尔本太贵了 你可以考虑一下 就是阿德雷德 你可以考虑一下PERS 然后呢 如果这些区域你还是说买不了的话 你再往下去考虑 因为像我说的 这种小城市的周期性很强 尤其是澳洲的人口呢 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多 好吧 所以这点的话 就是我跟大家想分享的 所以呢 找这种小城市呢 还是两点 要不呢 就找这种距离大城市 100公里以内的卫星城市 像这个巴雷和摩尔本 Central Coast和悉尼 然后QEBIN和坎培拉 要不呢 就是找那种 就是老人退休要去的地方 像我说的三山Coast NOSA 然后的话 像这个凯亚马 类似的这样的地区 可以去找一下 但是要记住 就是说 这个区域的话 要反复的去考察 很多人去那边 感觉挺好的 然后价格挺便宜的 租金挺高 瞬间就把房子买 买完之后就后悔了 这东西 因为乡下房产 我也实际考察过 就是乡下人的中介做事 跟你想的也不一样 比如乡下里面 有一个 我记得当时是 我去Tamerworth 那个地方去看当地的房产 很多中介平均 都是五六十岁 然后的话 就是跟他们打交道 接触起来 感觉跟城市里的 那种概念的感觉 是完全不同的 他们就比较 这种有点懒散的感觉 所以这点也是 你要考虑到的一件事情 所以以上的话 就是说 我对买这种 regional区域的 一个简单的风险 但我个人来讲的 我主要是投资大城市 因为我是需要 有极强的确定性 就未来十年 什么东西一定涨 这个东西 而不是说涨多少 我不想去做赌博 当然 当你有一定 大城市的房产的话 你可以去配置这种 就是小盘股 就是regional区域 你知道吗 但是如果你现在 还没有大城市的房产 我建议你 不要轻易涉足到regional 这个就是我的个人意见了 如果大家还对这个话 可以感兴趣的 那我们可以到时候 可以继续延伸一下 专门讲 就是说 哪个比较好的regional 但是还是那句话 有生之潜力的regional 它的这个区域 基本上都不便宜 好吧 这就是以上的分享 感谢您的收看 然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